任天堂为什么不着急出新主机 如果你是他们社长 估计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没有竞争压力 虽然Switch已经发布6年了 它孱弱的机能 720P30帧的画面 而且还掉帧 玩家早就怨声再到了 但这些对于老任来说 不知一提 因为你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升级你们也会照样买 Steam Deck发布已经一年多了 现在热度也不错 最近华硕也出了ROG新掌机 但是这些对Switch来说 仍然构不成威胁 为什么呢 Switch是2017年发布的 用的是一块英伟达2015年发布的芯片 而且还是个阳哥版 任天堂的理念就是 过时技术的再思考 使用成熟量产成本低的老硬件 但是它在游戏玩法上创新 不比硬件规格和性能 成功避开了PS5 Xbox 还有高性能PC 现在NS的价格是1500到2000块钱 游戏续航5到6个小时 重量420克 相当于两部手机的重量 能玩720P30帧 整机功耗5瓦左右 处理器功耗大概3瓦左右 再看Steam Deck 用的是AMD定制的CPU和GPU 性能接近PS4 算是比较主流比较新的 现在的价格是3400到4600块钱 重量是669克 相当于三部手机的重量 续航是3到8小时 APO功耗4到15瓦 它是可变的 游戏的画质 分辨率 帧率和功耗续航有关 Steam Deck提供了丰富的调节选项 用户可以自己选择高画质低续航 还是低画质长续航 那么问题来了 只能玩一个小时算涨机吗 那如果不算能玩两个小时算吗 价格翻倍 重量变得更重 画面帧率虽然有提高 但是续航下降的涨机会对Switch造成压力吗 销量会说明一切的 说完硬件再说说软件 虽然任天堂第一方游戏很强 但是我觉得游戏方面 Steam Deck能玩的也不少 各有特色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玩塞尔达和马里奥 我觉得游戏算打个平手吧 关键还是硬件 那什么样的硬件产品才会对任天堂造成压力呢 我觉得有这么五点 第一价格在2000元附近 续航能撑到4到6个小时 重量400克左右和两部手机差不多 能玩中低画质的PC3A游戏 720P30帧 30帧能稳定就行 这几个要求在2023年不算高吧 但现实中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掌机呢 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和Switch去硬钢 更何况任天堂还有第一方游戏的创意阵容 还有神优化 对于任天堂来说 不发布新主机 不好不坏 至少还算稳定 但发布了新主机 可能好也可能坏 如果你是任天堂的老总社长 你会着急发布新主机吗 能吗 能找到处估计